接下來有個叫做圖形 我們考試的時候喜歡考圖形跟考表格 因為圖表的運用是科學能力 圖形的時候我們有時候需要比大小 方法要直切一刀或橫切一刀 為什麼要直切一刀或橫切一刀 因為老師說凡事要比較要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要什麼什麼一樣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來做比較 我們來做一些示範 這樣叫做X跟Y成什麼 正比 就表示某個東西一樣 所以這條鞋子就表示什麼什麼一樣 然後所以它會成正比 比如說 這樣說什麼什麼一樣的時候 X跟Y會成正比 X跟Y會成正比 比如說這個是三年級要學的公母定律 叫做如果電阻一樣的時候 電壓跟電流會成正比 所以這條鞋子就代表某一個電阻 兩條鞋子就是兩個電阻 就可以請你比電阻誰大誰小 比如說我們講過 D等於V分之N 密度一樣的時候體積跟質量會成正比 所以這條鞋子就代表某一個密度 然後兩個就兩個密度 然後就問你密度誰大誰小 像現在這個例子 OK 有個密度一成正比 有個密度二又成正比 那請問你密度一跟密度二誰比較大 老實說 直畫一刀或者是橫畫一刀 因為凡是要比較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直畫一刀 誰一樣 體積一樣 大家都是V0 然後呢 就是 箱子一樣大 然後塞的球不一樣多 一個塞的多一個塞的少 用響的 一樣大的箱子 一個球多一點 一個球少一點 誰塞的比較密 多一點了對不對 所以D1大 碳公式的想法 D等於V分之N V一樣 V寫作E M跟D M越大D就越大 所以 D1的M大 所以D1比較大 叫做直切一刀 那也可以怎樣 橫切一刀 橫切一刀誰一樣 質量一樣 大家的質量都一樣 大家的質量都一樣 好來 球一樣多 一樣多的球 塞在不一樣的箱子裡 一個小箱子 一個大箱子 用響的 一樣多的球 塞在小箱子跟大箱子 誰塞的比較密 小箱子 所以D1大 箱子小 所以D1大 碳公式 D等於V分之N 你看 質量一樣 M寫作E D等於V分之1 你會發現 體積如果越大 密度就怎樣 越小 對不對 所以體積小的密度大 體積大的密度小 所以D1會比較大 所以D1會比較大 我們就可以比大小 就是我們圖形比大小的方法 怎麼做 直畫一刀或者是 橫畫一刀 為什麼要直畫一刀 橫畫一刀 因為 法醫師要比較 要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考試的時候 你想直畫就直畫 你想橫畫就橫畫 可是有的時候 你覺得如果畫直的 你要想 你覺得很難想 所以你把它改成畫橫的 通常就是 如果直畫很難想 畫橫畫就很好想 如果你兩個都很難想 就表示你的觀念很不清楚 不會寫也是應該的 不會寫也是應該的 所以 正常就是 壞話就會很容易想 所以就告訴你說 圖形如何比大小 直畫一刀或橫畫一刀 凡事要比較 要站在一樣的基礎上